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全德州数一数二的最大的学区 现在在他接掌之后将近有29所学校 在休斯顿独立学区的学校下学年会有不同的安排 包括教室里头会有camera 然后你不会看到图书馆有管理员 而教师的薪酬他们的工资会提高不少 许多具有改革意识的社区成员则认为 这个新的教育系统是朝着更好的学习 或者是学生的成绩买出的一步 反对的声音则认为 这些变化会对在休斯顿的低收入社区 变成一种统一的教育模式 让这一些社区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发言权 同时会让富裕社区保持不变 在德州教育局任命新的super superintendent和董事会之后 学区总监Miles提出的变化 包括超过9万美元的教师工资和奖金 还有比较长的上课时间和教学时间 更多的上课教学时间 其中的课程计划 还有再加上主要基于标准化测试结果的 严格的教育的评估系统在内 好 这个是新任的HISD的学区总监 Super Nintendo Mike Miles 那么对于前任的 刚刚才卸任的休斯顿前HISD的负责人 Miller House Second 现在他已经在华盛顿特区 展开了类似的工作了 就在昨天House被任命为 华盛顿特区乔治王子骏公立学校的 新任首席执行官兼校长 在这个学区的主管 形容House是充满活力 善于变革 经验丰富的领导者 也赞扬他在Houston的工作 在House职长德州最大学区 HISD两年时间里 他极数个表现不佳的学校 都因为他的带领提高了学业成绩 好 另外在这里HPD 休斯顿警方警告所有的居民要注意 现在在市区里边 在休斯顿里面 越来越多的跟随的 跟随你 跟随居民的窃盗或抢劫的行为 嫌疑人会跟随受害人 像是从银行 或者是从这个公司 从shopping center 到他们下个地点 然后抢劫他们 最终情况 现在在休斯顿市 发生的几率相当的高 所以HPD在现在 提醒所有的居民们 在这里注意自身安全 德州中文台借这个新闻 提醒朋友们 HPD的高阶警官 就是Office Sabota 一直都在提醒我们的听众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从银行 或者是从这个shopping center 或者呢 你买了购买了贵重的 像是珠宝行 珠宝首饰 贵重的物品出来以后 注意身后 有没有人跟踪 有没有人跟随 一定要特别注意 特别小心 不要直接回家 如果有所怀疑 应该开车到附近的 这个警察派出所 或者到 你找不到派出所 你直接到消防局 也是可以在那边 寻求你应有的保护和帮助 好 这是和我们德州 休斯顿相关的重要新闻 下边我们来看 美国其他的重要消息 包括了众院议长 麦卡锡所领导的共和党 现在呢 麦卡锡自己的领导地位 还在受到挑战 共和党保守派 有11名议员表明 会抵制在自家党内 提出的任何法案 麦卡锡被逼宣布 取消这个礼拜余下的立法程序 在分析形容 麦卡锡因为有债务上限谈判 而引发了保守派的不满 假如将局持续 会让选民质疑 共和党的执政能力 对于明年2024年的总统 和国会选举都会有负面的影响 再来呢 最高法院昨天公开了 大法官们的个人年度财务报告 披露他们在外部收入 投资回报 配偶的薪资 还有接受他人的礼物和旅游招待 等相关讯息 值得注意的是 被曝光收取金主利益的大法官 托马斯·托马斯·托马斯 他申请延迟提交报告 而最新上任的大法官Jackson 他曾经收下6000多元的名牌服装 以及来自名嘴 这是Opera Winfrey的千元的祝贺的花牌 高院七位大法官都已经提交报告了 而媒体则发现被曝收取金主利益的大法官 Thomas在过去多年屡次接受共和党金主Crow的利益 根据目前的申报内容 首位非洲裔女性大法官Jackson 六月下旬上任后 不到两个月就接受时尚杂志的采访 杂志事后还送上了他在拍照期间所穿的名牌衣服 保守派大法官当中巴雷特 哥萨奇 卡瓦诺 每个大约平均都有3万元的外部收入 同样是来自法学院的教职 单济薪酬的话 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年薪29.85万元 其余八位大法官是28.54万元 再来看到在随着债线协议的生效 数千万受贷人 贷款人 将会面临前所未见的困境 如今利息节节上升 在美国国家经济也可能会因此而衰退 让人担心大批的年轻人将会被经济重担给压垮 在现在根据白宫和国会之间的提升债务上线协议 全美国4000多万人由8月下旬开始 就要恢复偿还联邦学生贷款 教育部预测随着利率升到历史高峰 大批民众会没有办法无力偿还 其中新冠疫情期间毕业的大学生 尤其是首当其冲 那么在非盈利组织学生债务危机中心 他表示新的措施生效后 拖欠还款的比例可能会增加到前所未见的高位 再来有拜登政府让42条款时效届满将近一个月之后 现在当局在边境逮捕的无证移民人数 从以往每天一万多人减少到现在3400人 减幅达到70% 分析则形容数字的反应就是政策有效 也化解了朝野对移民问题恶化的担心 联邦政府是在6号说 从42条款在5月11号到期 再加上政府对难民庇护实施严格新规定后 南部边境的被捕人数急剧的下降 联邦政府现在也允许移民使用手机应用 这个APP在境外预约庇护申请 然后取到合法口案到美国来 也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边境的压力 在42条款5月11号届满前 大批移民曾经在最后关头来个孤注 一直拥往边境寻求庇护 拜登政府和国会共和党原本预计 这个期间被捕人数会大幅上升 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 总统拜登甚至估计边境会暂时陷入混乱 不过现在看到最新的数据与预期 可是相去甚远 而这样子的结果是大家所乐见的 好接着我们也看到呢 在现在房产经销商Ritfin 他发表了一个报告 今年4月有多达33.4%的置业 人士选择以现金来全数付款购买房屋 比率是9年以来的最高 在现在根据这一次报告 分析整理了40个主要都会地区的数据 发现33.4%买家是全款交易 现金交易比一年前要上升了 其中佛罗里达州的Jacksonville 这个是Jacksonville达到52.2% 在西宗履滩更是达到53.6% 分析说高利率同样的导致现金买家要三思 因为他们会认为现金用于其他投资 可能还回报比较高 在某些情况下债券等选择可能更加的吸引人 对此Redfin他的高级经济分析师则说 现金买家可能有两个类别 一个是本身持有现金全款买房 避免高利率的每个月还款 第二则是借贷获取现金 而贷款的利率可能会低于房子的贷款利率 好下边我们再看到 在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在San Francisco湾区厂房有240名非洲裔的员工 现在投诉在厂房内遭受种族歧视 被人使用言语攻击 日常也需要负责更多的体力劳动工作 外界现在预料这个事件可能会引发集体诉讼 而律师估计最少会涉及6000名的工人 所以特斯拉在San Francisco的非洲裔员工 现在投诉歧视可能会引发6000人的集体诉讼了 好下边我们来看加拿大了 这是在加拿大森林野火延烧 到目前没看到任何缓和的迹象 美国的城市的埋害也因此恶化 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在今天则说 欧盟将会派出将近300名的消防人员 来协助加拿大对抗野火 在加拿大森林野火燃烧产生的黑烟难移 已经飘到了美国纽约市上空 使得美国东岸城市发布空气污染的警报 数万名加拿大人也被迫要撤离家园 现在欧盟主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则表示 将会协助加拿大来控制森林野火 会派出将近300名的消防员 来加入协助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在现在在法国的阿尔比斯山 这个安息镇的湖边公园 今天发生了暴徒持刀攻击事件 这是一名叙利亚难民 持刀挥砍一群是学龄前的幼童 也就是说都是在牙牙学语 甚至于满山学部的这些幼童 造成四名孩童与一名成人受伤 最少有一名受害的儿童 他还是坐在婴儿车里边 这一起事件让整个法国举过震惊 匈贤是一名30岁出头的叙利亚男子 4月是在瑞典取得了难民的身份的 好 接着我们再看的 这是在温室的气体排放 50位顶尖的科学家 今天就在一份全面的 气候科学更新报告当中指出 破纪录的温室气体排放 和日益减少的空气污染 现在正造成全球暖化空前的加速 这份经过同侪审查 针对政策制定者的报告指出 2013到22年由人类导致的暖化 让每年超过摄氏0.2度的速度 这个温度往上增强 在现在研究也发现 似乎关闭了达成巴黎协定目标的大门 巴黎协定野心勃勃地把气温升幅上限 定在摄氏1.5度 尽管这个目标还是受到各种严重影响的扰动 但长期它被认为是一个维持相对气候安全世界的警戒线 不过现在根据最新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 每10年增加摄氏温度0.2度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形 好 新闻我们最后看到 这是来自最新城市生活成本调查 纽约这一会儿排上了第一了 挤下了香港 成为今年全球外派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 它终止了香港连续四年全球最贵外派城市的地位 再根据报道人力资源顾问公司 它所做的最新生活成本调查 是针对外派的专业人士 也就是我们讲的出差的 外派的专业人士 通常采购的整个的日常用品和服务 对全球207个城市进行排名 而纽约现在排到第一了 是全球最贵的外派城市 生活方面是最贵 香港呢往下降了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由胡美健在这为朋友们翻译编辑和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朋友们接下来有精彩的节目别错过了 请和我一块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